董老师今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 这使了美国内部两党的恶斗更加的剧烈 那共和党跟保守派的这一个川粉支持者都非常愤怒 是的 碰到这件事情美国前总统川普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 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因为的确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不起诉前总统的 那这次起诉川普已经打破了美国的政治法律历史第一次 我先谈过去是怎么美国的司法系统 或是说美国的行政系统想尽办法保护前总统不起诉 怎么个保护法 例如水门事件的时候 那个尼克森总统 尼克森总统卸任以后 接任的福特总统给予特色 给尼克森特色 让他不会被起诉 这个是行政保护 另外一个白水事件 柯林顿 柯林顿总统联邦法院跟柯林顿总统达成协议 罚款了事 不要让他被起诉 所以说都要想尽办法 让美国前总统不被起诉 可是这次破例了 而且这个破例看起来后面还没完没了 现在背在川普身上的至少有八大官司 第一个官司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个Plaid Boy的前女星封口事件 第二个官司是佛州海湖庄园 存放了15箱白宫的机密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正在调查这个事情 还没结束 第三个官司跟国会暴动有关 就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川普败诉 然后国会暴动 所以说美国司法部也是特别检察官 正在调查这个事情 第四个官司同样是国会暴动 美国的国会警察局 还有美国的华盛顿警察局 有警察出来指控川普煽动暴乱 这个事情 华盛顿的地方法院现在正在追查中 第五个官司 不承认2024年乔治亚州的总统选举 这个投票的结果 指控这个川普呢 煽动推翻乔治亚州的这个选举结果 要求这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 赶快把票找出来 涉嫌做伪证 乔治亚地方法院正在追查这个事情 第六个官司 就是美国的 对不起 川普的公司企业高层涉及到逃漏税 诈欺 做假账 偷窃 正在查这个事情 是不是跟川普老板本人有关 第七个官司 就是前杂志的专栏作家 有个女的啦 宣称被川普性侵 川普呢否认告他毁谤 所以说这个案件 在美国的这个法院里面 正在审理中 第八个案件 跟2016年的选举有关 是川普告民主党 从希拉蕊开始告起 告了三十几个人 告他们用假消息 来意图使川普不当选 这个官司呢 也在 还在这个审理之中 看起来就是说 川普不只是有第一次起诉 他后面可能有二次起诉 三次起诉 四次起诉 好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这个 前总统被起诉 判刑关押 在自由民主国家里面 其实有蛮多案例的 第一个就韩国 韩国好几个 几乎每个总统都中标了 意大利 法国 以色列 还有弊国 都有前总统被起诉 判刑关押 可是这个对现在的政治效应 的确是有严重的政治效应 刚才说了 拜登一听这个消息 就扑哧一笑了 拜登在笑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 除了你可以看到 可能会造成美国的分裂之外 它一定会造成共和党内部的分裂 所以你看共和党现在初步的民调 共和党人超过90%以上 认为这个是政治案件 是司法迫害 不过支持川普的 是48% 即便是最高 可是不是共和党的全部 所以说川普被起诉这个事情 一定会造成共和党内部的分裂 这个是拜登笑的原因 好我们稍后回来 美中台大打外交战 今天晚上重头大戏是菜卖会 但是习近平事实上也绕人来 这几天的卡斯是法国的总统马克宏 跟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 好美中的外交战在打的同时 事实上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 过去香港的三级片的燕心鹏丹 现在变成外交大使 是的 最近洪都拉斯跟中国的建交 跟我们台湾断交 跑出了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有一个很久没看到他的人 就是香港的燕心鹏丹 他跑出来 然后中国大陆话叫做秤范 他就秤外交 他就说呢 二月份的时候呢 他跟着中国的企业到洪都拉斯去访问 晚上呢 洪都拉斯的总统 这个卡顺楚 请吃饭 彭丹呢 跟洪都拉斯的总统呢 相谈甚欢 结果他们回来中国之后呢 这个洪都拉斯就跟中国建交了 言下之意 他有一份功劳了 所以就引起人注意说 这个彭丹 他到底是什么背景 他在90年代的时候呢 是从中国大陆某一个不知名的选美 万军 不知名的 跑到香港呢 去香港的这个电影界 电影圈的去发展 走什么路线呢 三级片燕心的路线 他是一个枕头演员 靠他的女人事业线 这个红过一阵子 不过我说实话 香港的燕心蛮多的 彭丹还排不到前面几个 无论怎么样 他是有这段历史 后来呢 不知道2000年之后 就从香港影坛消失了 2013年出现 再出现的时候不得了了 他是中共甘肃省政协委员 兼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 一听这两个位置 就知道 这是中共的官 后面应该有人在照他了 彭丹说 讲了一段话 国家培养了我 给了我出去学习的机会 所以呢 我骨子里就是爱党爱国 他这句话要改一下 不是国家培养了我 是中共某一个干部培养了他 所以说按照他这个 本来是一个三级片的女星 突然摇身一变政协代表 清联会的常委 还有国际战略经济研究院 哇 院长 这不得了了 这根本是励志故事 然后呢 还有企业家老板 所以呢 所有的分析 哪边出来选主席啊 变成政委的代表啊 这个选中国共产党的党书记 中国大陆很多这个网红 都在分析这个人的出身 大家共同的结论 简单的说 他一定有个强大的干爹嘛 一定是有个强大的干爹 看看你背后的干爹是谁 第一个出现的 是这个中国赫赫有名的 直销公司天师集团 这个天师集团 我先跟各位观众讲一件事情 直销公司在中国是违法的 然后这个天师集团不得了了 他不但经营了20年 而且他从最刚出 刚开始的保健食品 直销保健食品嘛 跨足 你要什么有什么 旅游业 教育业 健康管理 电子商务 而且国际化 然后呢 这个天师集团 在过去20年 在中国大陆所涉及的 刑事官司 有几件 我刚才不是说川普八件吗 这个天师集团 2781件 可是到现在没倒 到现在还是非常活跃 所以说这个天师集团 后面是谁 又扯出另外一个人 赫赫有名了 原来是博鳌论坛的秘书长 博鳌论坛的秘书长 叫李宝东 好 博鳌论坛是中共成立的 两大国际组织 中共成立哪两大国际组织 一个上海合作组织嘛 一个就博鳌论坛 所以说这个你能够干到 博鳌论坛的秘书长 你一定是部级 所以去查李宝东的身份 果然前中共驻联合国 全权代表 前外交部副部长 够大了吧 好 原来是他的这个帮政 他的扶植之下 可是我觉得 因为现在你 现在是习近平当道 对不起 博鳌论坛是上海帮的产物 上海帮的地盘 然后呢 你现在又撞到习近平 这种有洁癖的人 习近平表面上有洁癖嘛 所以说你这个 难道不怕彭丹 不怕树大招风吗 你没事 你的生意做好好的 你的政协做好好的 对不对 你干嘛来蹭这个外交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后面一定还有好戏 搞不好过两天 彭丹这个人就消失了 我要帮这个李宝东 要捏把冷汗 Real 是